金龙有一名陈姓男子在去年7月份 因为不满同居的刘姓女友要分手 十刀砍沙搭 七刀致死 案子在一审的时候 陈姓男子遭判无期徒刑 他不满判刑太重上诉 高等法院在今天再度开庭 他在庭上突然就拿出了16本薪金 希望能够换得减刑 但是当庭被审判长质疑说 不是抄一抄就能够收到你的功德 当场将薪金退回 他就是要求复合不成 涉嫌杀害刘姓前女友的陈昭坤 去年7月 刘姓女子与陈昭坤分手后 要回之前同居的住处取回衣物 他在两名友人陪同下 前往陈南租屋处 当时两名好友在一楼等候 刘姓女子独自上二楼进入屋内 陈昭坤向女子提复合 女方拒绝 准备离开时突然遭男方阻止 双方拉扯 男方甚至恐吓说要死 大家一起死 随后将女子拖到厨房 并持菜刀砍他后颈7刀 刘姓女子当场身亡 案子经过法院审理 陈昭坤一审被判无期突刑 他认为判太重而上诉 二审高等法院在15号开庭 陈昭坤当庭呈上16本手抄薪金 告知审判长自己有回忆 请求减刑 但审判长当庭质问他 写这么多本是在写什么 不是抄一抄就能收到你的功德 并将薪金退回 书上有许多被告会提出和解书 毁过书来争取有利的良心条件 但被害人家属如果明确表示不愿意原谅 而法官也当庭退回被告所提出的抄写经文 被告这样的举动恐怕效果相当有限 法官认为被害人家属 一审就不接受陈昭坤的手抄佛金 认为他是为了博取同情 并非真心悔悟 陈昭坤则说自己是不会说谎的人 希望法官能像青天一样 全案言辞辩论终结后 二审判决结果也将在11月19号出炉 到底超新金能否证明自己真心悔悟 就看法官如何定夺 记得综合报道 金华城岸延烧 前台北市长柯文哲等人 已经积压一个多月 如果下周四前没有提延压 检方很有可能在29号前 癥结起诉 时间紧迫 减联再度提讯 再压被告吴顺明 还有易小薇 朱雅虎 并且传唤了前都发局局长 黄景茂 而沈静晶再传借户就医 还在昨天动了手术 今天中午还压看守所 而他一个多月前 申请聚保停压 下午北院确定活会 另外朱雅虎两度被裁定积压 也再度提出抗稿 易小薇助理吴顺明 穿蓝色外套走在前面 易小薇隔一段距离 最后被带下囚车 朱雅虎则是下午 搭另一辆车被提讯 前都发局长黄景茂 也被传唤到案 朱雅虎两度裁定收押 他不死心再提抗稿 审慶经收押之后 9月5号跟9月13号 坐着轮椅借护就医 状况看起来不是很好 申请聚保停压之后 还传出 1号全身抽搐住院 14号多重细菌感染 医院进行紧急手术 即使如此 危机小审15号中午 还是被认为可以出院 回到了看守所 没多久 申请聚保停压 就正式被驳回 经过医师诊断后 认为他的疾病 在看守所内 还是有适当的药物来治疗 因此驳回 光是驳回申请的裁定书 就写了厚厚的实业 确定审慶经得 关好关满两个月 紧连查金流的部分 针对审慶经行贿款项追踪 多方确认 民众党政治现金专户 木可公司 新故乡协会 还有众望基金会的资金流动 是否设计洗钱 另外也传出 克文哲随身碟被解密 150年的单位 可能就是万元 已经约谈王令玲 要确认500 写的是不是500万政治现金 陈英柱后面写的300 是不是300万 就连谢国良后面写了200 也可能被约谈 我家族的企业 跟民众党有过往来 这件事情是我 要跟大家说明 克文哲设题的五大案 金华城政治现金 是否即将起诉引起关注 另外三案也将会被处一清查 记者刘思 周通林 周玉婷 台北报道 艺人黄紫娇 因为非法持有 未成年少女 不押影片 遭到起诉 台北地院在今天 第五度开庭 黄紫娇依旧是穿着 同一套出庭的衣服 连手中拿的饮料瓶 都是同一款 由于她仍然不认罪 检方对黄紫娇具体 求刑7到9个月 还建议法官判她去坐牢 全案辩解 法官定12月3号 一审宣判 艺人黄紫娇 因为无故持有 未成年少女 不雅影片 遭到检方起诉 15号下午 第五度开庭 再次穿着 同样的深蓝色上衣 搭配隔文长裤 现身法院 就连手中拿的水瓶 也是同一款 又是都认罪了 那你怎么看呢 面对媒体询问 黄紫娇依旧不发异语 和律师快步走进法庭 据了解 黄紫娇从一开始认罪 又改口否认 甚至还主张 检警搜索的证物 不具备证据能力 他的律师也批评检警 以正办设办 性侵案件为由 执行搜索 但最后却用 儿少性剥削 防治条例最起诉 根本是办A案 问B案 搜证不得为证据使用 也否认性影像 由黄紫娇所下载 被检方当庭反抢 难道要找妻子 孟耿卢来作证 他就才放弃 争执证据能力 如果黄紫娇之后 放弃争执证证物的证据能力 表示他已经承认 这些证物的证据能力 法院在审理时 就会去参着这些证物 来判断黄紫娇 究竟是否有违犯罪行为 就怕法庭上又出现变数 检方也派出 专心附诱案件的 侦查检察官林秀聪 协同力挺 过去他曾指挥刑事局 破获台版N号凡案件 这回和黄紫娇 直求对决 除了要对他求刑 7到9个月 还建议法官判他去坐牢 全案辩解 黄紫娇是否能全身而退 就等12月3号 一审宣判结果出炉 记得来信息老永中 台北采访报道 中共解放军 在昨天对台湾实施军事演习 央视随即在微博 发布了亮剑图卡 称台独是死路一条 敏感时刻 部分台湾艺人也表态 其中欧阳娜娜 开第一枪转发 接着张韶涵 明道等艺人 也陆续的表态挺中 对此文化部长 李远透露 他蛮难过的 这到底是发自内心 还是不得已的呢 也强调文化部 向来尊重台湾艺人 到对岸发展 更表示在台湾 并不会要求艺人 表达忠诚 把幸福延续给大家 艺人民到周末 才在台湾出席 好友肖敬腾的世纪婚礼 没想到隔天 中共解放军 对台湾进行联合军演时 民道马上转发 央视新闻亮剑图卡 表态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 而开出第一枪的台湾艺人 其实是她 演艺事业重心 全在中国的欧阳娜娜 毫无忌讳抢头 相对军演表态 而且姐妹齐心 妹妹欧阳弟弟 后来也跟进 另外还有林瑞阳 张婷夫妻党 张韶 韩陈楚和文奇等等 共九位台湾艺人 都转发亮剑图 支持祖国统一 对此文化部长 李远坦言很难过 我觉得蛮难过 我们文化部一直有 一个原则就是 通常对于 所有的台湾艺人 去中国大陆 我是保持 保持尊重 对于台湾艺人 在敏感时刻 表态挺中 充满无奈 而有女版 黄安之称的刘乐言 更趁机分享 她两年前 录制的歌曲 表示是时候 要坐着航空母舰 回台湾了 而九令蔡依林 今年演唱会时 曾大喊 这句我们中国南昌 也引起争议 被问到相关议题时 看到台湾土生土长的 明星艺人公开挺中 恐怕已让不少 台湾粉丝心碎脱粉 接着综合报道